各位觀眾們好久不見 對於莫名其妙消失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我在這裡先跟各位道個歉 而這四個月我到底去了哪裡 發生了哪些事情 我會在之後一萬訂閱的Q&A裡面做解釋 至於很久沒有做影片了 還請各位觀眾多多包涵 總之就讓我們進入影片吧 超分鐘認識系列 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被譽為不需要戰術的男人 Sean Marion Sean Marion 綽號駭客 配號0號以及31號 身高67吋201公分 體重228磅 103公斤 畢業於內華達大學 該校有一段很多人都看過的視頻 與前幾年對證新墨西哥州大學 上演了70秒落後14分大逆轉的比賽 影片的連結我會放在旁邊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再點擊觀看 Marian在1999年NBA學秀中 以第一輪第九順位被鳳凰城太陽隊給選中 第一年的季前熱身賽時 TNT評論員肯尼史伊斯 驚訝於他變態的運動能力 像是駭客任務的主角 於是給他起了駭客的這個綽號 新二年進入太陽便能獲得 場均10分6.5籃板以及一次主攻的表現 從第二年開始便成為固定先發班底 並且每年穩定成長 200304賽季以4x4的命中率 平均每場能夠拿下19分 9.3次籃板 2.7次助攻 2.1次超解 1.3次火鍋的成績 因為不管攻守兩端 或者從1號到5號都能防守的條件 也才真正展現出他所謂全能的身手 04205賽季 太陽隊交易回太陽歷史級球星 Steven Nash 與對上的球星Stard Mile 三人共組成令球迷們維持瘋狂的MSN連線 並且在總教練迪安托尼的帶領之下 此時太陽跑轟戰術開始變得極度誇張 奔放了總換快攻以及大量果斷的出手 著名的7秒進攻 就連當今主打死亡無效 金州勇士隊的總教練Curl 也說過如今聯盟的秋風改變 都是開始於迪安托尼的太陽隊 而合體的第二個賽季 Marian平均能夠拿下21.8分 11.8籃板 2次的超解 以及1.7次的火鍋 命中率更是來到可怕的5x25 儘管三巨頭在合作的幾年內 都繳出了誇張的數據 並且在合作期間屢屢被看好挑戰總冠軍 但球隊卻一直在季後賽 止步於聖安東尼要馬吃隊的面前 而球隊也在0708賽季 將數據下滑的Marian送到了邁阿密熱火隊 並且在這短短幾年內 接連轉到了多輪部落暴龍隊 以及達拉斯小牛隊 並且在1011賽季以重要輪職替補的身份 拿下了該年的總冠軍 1314賽季結束後 小牛隊決定不去約Marian 而Marian也短暫在1415年內 跑去克里夫蘭騎士隊打工 賽季結束後 Marian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自己的兒子 因此宣布退休 作為一名曾在球風保守的時代 創造新時代球風的成員之一 除了詭異的投完支持外 帶給球迷們更多的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回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訂閱以及小鈴鐺 如果有想看的球員介紹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蝦球 我們下支影片見